由琉璃醉酒冠名播出的天下故事会 我是达薇 网上有这样一个调查 男人的死穴是什么 而结果竟然有73%的人回答说 男人的死穴是这 面子 男人需要有面子 借用一句话 男人 成也一张脸 败也一张脸 说到这里 今天咱故事里的这位许大哥说了 对 人要脸 树要皮 电线杆子要水泥 为了我的尊严 为了我的面子 今天我坚决要跟他离婚 丈夫恼羞成怒要离婚 只因妻子在外面偷偷征婚 你谁在妻子在 徐向阳 徐向阳 你们说话都别吵了 在法庭上 妻子的态度却出人意料 现在是怕你回家活了 我就死给这块 一方执意离婚 一方却以死相逼 他们的婚姻里 究竟有多少是是非非 恩恩怨怨 怎么了 不都有压伞了吗 但爱已成为往事 这段婚姻还能否再继续 并请关注天下故事会之 妻子偷偷征婚的背后 要离婚的这位叫许阳 2011年的6月25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 许阳和妻子王静的离婚官司 在法庭上许阳上来就说 他为了离婚 已经是忍辱负重 苦苦等待了四年 他为什么早点离呢 因为去年我孩子刚 去年高中毕业考大学 去年考完大学之后 我就逮了他一年了 都没逮到他 逮他上设法庭呢 许阳说了 早在2007年那会儿 他就决定要离婚了 之所以拖到现在 全是为了他们的女儿 原来那个时候 女儿刚考上高中 高中三年更是关键的 关系到孩子的高考与前途 所以那个时候 他隐忍着没有提出离婚 直到女儿顺利考上大学之后 许阳才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那么许阳究竟是因为什么事 要跟妻子离婚呢 原来在2007年的一天 许阳无意中发现了 妻子的一个惊人的蜜 也就是从那一刻起 他下定决心 一定要和妻子王靖离婚 许阳发现了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那是一张俱乐部的会员证 而这个俱乐部又到底是干什么的呢 许阳仔细一看 顿时就气得是浑身发倒 原来这是一张交友俱乐部的婚戒状 而那上面竟然印着妻子的名字 你说我人什么心情 我还得顾念那孩子 说是当初在中考 我只能说是去喝酒 许阳那一刻的感受 大概如果是男人都能理解 他万万没有想到 结婚快20年的妻子 居然瞒着自己偷偷去征婚 这王靖究竟想干什么呢 你这是不想跟我过了 背着我征婚找下家啊 也就在这个时候 许阳才琢磨过来 这王靖啊 其实早就有问题 你说你会计 你回来那么晚 好 说有着半夜才回来 许阳和王靖呢 是十多年前 从西部老家来北京 当时呢 很快王靖就找到了 一个会计工作 刚开始呢 王靖还是正常上下班 可后来呢 经常加班 再到最后就是 整夜整夜不回家了 而那个时候 许阳一直没工作 在家里呢 搞他的发明创造 家里家外呢 就靠妻子一个人照料着 对于妻子时常夜不归宿 他也不好意思说什么 直到这一次 他竟然发现 妻子在外面 偷偷地征婚 这对于一个男人来说 简直是奇耻大辱 许阳这些年来 所有的愤怒和委屈 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 是的 再忍下去 还算是老爷们呢 从那以后呢 他就跟王靖分居了 直到去年 在女儿顺利地考入大学之后 他要正式跟妻子离婚 我 我这些年啊 没有什么心事去 搞什么发明 被告在2000年 11月11日 婚姻关系程序的期间 以单身者的身份 在北京情缘员婚姻介绍所 征婚 并成为终身会员 并且被告同时 在四季家园网站征婚 种种行为 影响了双方的夫妻感情 双方的婚姻早已名存死亡 一开庭呢 许阳就开始控诉妻子 这些年来的种种作用 这些行为 不仅背叛了他们的婚姻 更是让许阳承受了莫大的耻辱 因此许阳坚决要离婚 按正常思路啊 许阳的妻子 既然早就被着丈夫 在外面偷偷征婚 想必她心里啊 也就早就不留恋 这段感情了 对吧 两人离婚 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在法庭上 王静的态度 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王静你本人回答一下 同意不同意离婚 对 不同意 王静说 我不同意 态度是异常的坚决 甚至要以死相逼 看你不给活了 我就死给这块 我就 我就是不活了 管用 王静的态度 让所有人感到费解 既然您死活 不想跟丈夫离婚 当初又为什么 要瞒着丈夫 偷偷去征婚呢 难道在王静和许阳的婚姻中 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故事吗 妻子瞒着丈夫 偷偷征婚 这究竟为何 这个婚戒证 到底是给谁征婚呢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吧 关键的证据 又揭示了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搞点 让大家都听 新闻媒体都听 这起离婚官司 究竟是妻子背叛婚姻 还是丈夫倒打一耙 恶人先告状 天下故事会知 妻子偷偷征婚的背后 正在播出 妻子王静的态度是坚决不离 这又是为什么呢 王静对自己征婚这事又会如何解释呢 王静说 婚戒证的确是他办的 但是他征婚 另有原因 下面法庭问一下被告 这个婚戒证到底是给谁征婚呢 给我弟弟 强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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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次了 给我弟弟 就是由我来报告 我妈妈认识让我 让我做 我弟弟也相信我 这是我们家的家事吧 王静解释说 他弟弟小刚啊 一直没有女朋友 他做这些事 就是想帮着弟弟尽早成家 然而许杨觉得 王静这是在为自己冤婚 如果真是替小舅子征婚 那他为什么还要偷偷摸摸背着我呢 如果说他不是那个 有意的进行一门的话 我早就应该知道 那么王静说的是不是事实呢 为了证实自己的话 王静找来了弟弟小刚出庭作证 你姐姐有给你介绍过对象吗 他给我登记过去 做过这个 就是所谓的那些征婚之类的吧 他做过登记给你征官 对对对 你姐姐为什么以他的名字登记 为什么你自己不去登记 我这个不知道 因为我全权他一直对我挺关心的 来了的时候给我 就是说是帮助我很多 因为我来北京都是他带过来的 小刚证实 这张婚戒证的确是姐姐王静为他般的 而且这事儿 姐夫许阳是完全知情的 就是当初我姐夫也知道 当时他就是给我介绍一个北京的嘛 这么开玩笑 小刚的证实说得很清楚 王静征婚 完全是姐姐替弟弟操心婚事而已 并不像许阳所说的 是妻子不忠于自己背叛婚姻 同时我们也感觉到了 许阳坚决要离婚 绝不仅仅是为此吧 一定还有别的原因 这个时候王静开口 他说呀 丈夫许阳这招完全是猪八戒 倒打一耙呀 恶人先告证 不信 你们看看这个 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你也看 搞点 让大家都听 新闻媒体都听见 王静提敲的证据是一张光盘 里面有一段录像 记录的是一天深夜 他将丈夫许阳和另外一个女人 堵在一栋单元房里的情况 王静说 当时他们使劲敲门 丈夫就是不开门 一想到丈夫和另一个女人 躲在屋里不出来 他当时是伤心地坐在地上大哭 最后报了警 许阳才勉强将门打开 那天啊 王静的母亲和弟弟都在场啊 目睹了当晚所发生的一切 于是王静的弟弟又一次出庭 今年3月12号 凌晨2点 你在哪里啊 我去 我知道 这个事 这个我知道 抓那个什么 他跟那个 就是那个小三在一块 这是当时我知道 你把这个事情说一下吧 当时谁报警啊 是我姐姐 他报警 报警的理由是什么 报警的理由是什么 对 为什么报警 这还用说嘛 包二奶还叫不叫报警了 这还用说理由啊 为了证实丈夫搞婚外情的事实 王静特别提醒法官 注意这段路线中 警察所说的一段话 这句话能证所有的一切 天子 正礼 就这句话是吗 点心包二奶从里面 你主要证明就那句话是吗 点心从里面包二奶 就那一段是吗 让我去那个起诉他 起诉他 他们周经留一块 周经留是他们公司员工 听到这里呢 我们对许杨这个男人 真是刮目相看 仅仅在十分钟间 他还在向大家控诉 妻子是如何背叛自己 他就是如何为了女儿 忍辱负重 将自己打造成一个 好丈夫好父亲 可谁想到 许杨的妻子一出现 就把许杨所说的一切 给推翻了 情节是180度的大转弯 王静说 他怎么也没想到 这些年来 自己辛辛苦苦操持这个家 到最后却乐得这般下场 这都是被这个许杨啊 给蒙蔽的 我觉得那个当初嫁给他 就没有赌他的钱你知道吧 就赌得他比较是聪明你知道 就看着这里 王静说自己嫁给许杨的时候 他是一个身无分文 不思进取的穷小子 即便是两个人结婚生子之后 许杨也不愿意出去 找一份稳定的工作 后来许杨迷上了发明 一心想创办属于自己的专利公司 为了支持丈夫 王静二话不说 给许杨是四处借钱 帮助他实现梦想 我弟弟借着他钱 帮助他做公司 我也借着 我从我妈那儿借钱 给我帮着他做公司 我自己的积蓄 全部用来养孩子 他那会儿一公天都不挣 十年前 为了能让许杨得到更多的机会 他们全家从西部搬到了北京 刚到北京的几年里 许杨的发明公司毫无其事 这个家呢 就一直靠王静辛苦支撑 而这些年的劳累 已经拖垮了王静的身体 乳腺癌 心脏病 高血压是积重而治 终于王静的付出有了回报 2004年 许杨发明的脚踏冰车 获得了国家专利 也给许杨的公司 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而且充值在那儿 每年30万块钱 他那个 2009年到2010年 这个阶段 已经存了30万 看到丈夫的事业 有了起色 王静十分的欣慰 她本以为丈夫这一成功 一家人的生活 也可以稳定下来 她也能安心治治病 养养身体 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 好日子没有如期而至 噩梦却是随之而来 孩子毕业以后 然后那个 高中毕业以后 然后她就不关我了 有钱了 无情了 翻身了 变脸了 看王静所讲述的遭遇 似乎再一次向人们印证了 男人有钱就变坏的定律 然而在法庭上 坐在王静对面的许杨 一直面无表情 沉默不如 那么这个许杨 究竟是铁了心 要当陈世美呢 甩掉糟糠之妻 另觅循环呢 还是在她沉默的背后 另有着不愿诉说的秘密呢 法庭上妻子说丈夫是恶人先搞状 栽赃 还拿出一张光盘 来证明丈夫在外边乱考 那么这张光盘里的情况 是不是真的呢 对于那天晚上的事情 许杨说 当时她确实和另外一个女人 同住在那里 但绝不是妻子想象的 你们是什么关系 她就给我做个仗 马上之后她跟她租的房子 租的房子呢 我当初是因为那个 我租的那个库房里面 睡得太冷了 冬天 后来说人家觉得说 那咱们就合租吧 是一套两居室 你也说你们是同事 是两个人住站两居室 每人住一间是吗 许杨的解释一下子 激起了王静的愤怒 她认为丈夫在说谎 在狡辩 王永青 待会再说 现在你们说对着 你谁的妻子在 徐向阳 你闭嘴吧 你们说都别吵了 现在对那个录像光盘 发表知证意见 云高 你们什么意见 许杨认为光盘里警方所说的话 政府王静等人 并不具备法律效力 而且录像也没有什么实质内容 他觉得这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其次王静之所以要这样 无非就是想闹点事儿出来 然后好控制自己 这搞发明的呀 穷的时候说你 满时间借钱去搞发明 有的说卖房卖地都有 但是说你一旦说 稍微有点成功了 这都差的了 许杨在法庭上还说 王静想控制自己 还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独占他发明的专利产品 而许杨的这句话 一下子激怒了王静 他突然站起身 朝庭外走去 王静起身就走 法官宣布暂时休停 赶忙追了就去 然而令人意外的是 王静走出法庭没几步 就突然晕倒在地上 王静紧闭双眼 侧卧在地上 法官和保安忙着扶着 王静慢慢坐了起来 而这个时候 王静竟然是放声大哭 在大家的搀扶和安慰下 王静一边哭 一边慢慢站起来 但是没过一会儿 他就一头栽了 我不要活了 我不想活了 我真的拿我 就用那个劲儿 倒不下 给他给我丢 你什么都很紧 包三包二奶 包的有了理了 你老公要包三个二奶 你绝对不会这么说 先拿铁子 先别说鸡嘎嘎嘎了 就想删他俩巴掌 小声里去坐这一块 看到姐姐如此 弟弟小刚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愤怒 他不顾法官和他母亲的劝阻 转身冲进了法庭 你小心点 我告诉你 你什么玩意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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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念自己的素养吗 你要念自己的素养吗 你无忠证有问题 我说的不对吗 你还不对吗 你什么玩意儿 你掉下 你掉下 你不掉下 你长点儿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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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嫁 你有嫁 你出去了 妈呀 妈把这个人弄成大了 你草弥 你什么严谨 在法院工作人员的干预下 小刚退出了法庭 而此时 王靖也慢慢恢复了评价 在家人的陪动下 他走进了法庭 可当再次见他许样 王靖的弟弟又一次爆发了 对姐夫的妈妈 包他妈 小事包得有理来 先出去 先开心 这法庭 得一得都还错了 妈 得你的时候 两三小时 老太太在那儿轰了 半天你没有到一口水 二十年的夫妻 他妈有点情分没有吧 注意一下语言 小刚对丈夫的指责 让王靖的情绪再度失控 他趴在桌子上失声痛 而一直陪在他身边的老母亲 也是老泪中 开始诉说女儿的委屈 女儿靠大事 女儿靠大事 你把他念出来 你不光 就他半夜在肩上 又留了肩头 你还有一种房子 你做出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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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环子 你跟二奶八人 你不给他一点环子 王靖的母亲最明白 女儿的哭声里不仅是心酸 其实更多的是悲愤 二十年来 女儿为家庭付出了全部的心血 她一个人带孩子 操持家务 用微博的工资养回一家三口 在丈夫事业艰难的时候 她没有抱怨 没有离开她 而且想方设法地扶持她 二十年后 丈夫已经是有名有利 人到中年的她 却是身患重病 最需要亲人照顾的时候 丈夫却要离她而去 这对谁来说 都是无法接受的现实 那么法庭将会对这场离婚官司 做出一个怎样的判决 那么现在呢 比如说被告的身体状况 以及精神状况呢 就是说已经不具备 这个离婚的条件 因为身体不好 上班也是困难 双方同意调解吗 原告 不同意 判断 不同意 之前不同意了吗 现在要不给你们再调解一下 判断 被告你们这边了 不解决了 进行双方都不同意调解 法令不再进行调解 当时能核对比得过签字 下面必听 2011年的7月26日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宣判 对于许阳要求解除 以王进婚姻关系的请求 不予支持 作家易叔说过这样一段话 当一个男人不再爱一个女人 他哭闹是错 静默也是错 活着呼吸是错 死了还是错 曾经相知的人成为末路 20多年的夫妻也要分道扬镳 这段例子在我们身边 好像已经是太多 在这样的现实面前 道德上的谴责 显得如此的苍白 这样我们反思 婚姻的实质 这样我们不得不重提婚姻的责任 当年轻的时候浪漫爱情 渐渐褪去热度 要把它转化为相伴到老的亲情 相互温暖对方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到脚步攀山 到白发苍苍 也许有一个有钱了 也许有一个生病了 也许两个人都曾经面对各种诱惑 但是记住自己当年的承诺 一起走下去吧 不要轻易伤害 不要轻言放弃 能走到一起是缘分 能白头到老是福分 这正是丈夫说妻有外心 妻子诉她忘了恩 人生之路多坎坷 彼此搀扶才是机 林租金正单身女性同住 重庆期许老人打广告 引发争议 不仅单身还要单纯 老人为何要如此奇怪的条件 雷人广告能否奏效 同居生活是对是错 敬请收看天下故事会之 同居风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